台独李明哲认罪颠覆国家政权 蔡英文手忙脚乱 台湾工作者李明哲9月11日在中国出庭 被电视认罪 当庭承认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中国政府关押至今177天的李明哲周一首度公开露面 在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中国籍的彭宇华是同案另一名被告 李明哲与彭宇华的家属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境内外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30多人旁听 庭审过程直播 李明哲当庭表示自己的行为确实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在陈述中感谢执法单位的文明办案 表示这和他过去在台湾接触对中国 有偏见的媒体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 他表示 经由看守所的电视新闻 对中国有重新的认识 看守所的资讯让我认识到 过去我的思想和接触到的资讯是错误的 而从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我触犯一些犯罪行为 他表示认罪与毁罪 法官当庭宣布择期宣判 李明哲当场还押 彭宇华先后创建了系列QQ群 拉拢李明哲等数十名进内外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员 成立了旨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组织梅花公司 彭宇华 李明哲还分别通过网络平台与线下聚会 组织成员插手 炒作近年来国内发生的热点事件 发布诋毁 攻击政府 国家制度的言论 通过肆意歪曲事实 利用舆论挑起人群 仇视政府和制度等方式 诽谤和攻击中国政府和制度 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李明哲在庭上表示 他是经由微博认识彭宇华 彭宇华主动加他的QQ 把他加入围观中国群组 他们在群组中发布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 中国政府的文章 李明哲也承认在微信 QQ上传这些内容 以及六四事件 西方颜色革命等文章与影片 李明哲说彭宇华 要他负责教育工作 彭宇华发给他梅花公司的企划书 要他写感想与建议 他说成立梅花公司分前 中 后三期推展 目的就是要意图颠覆政权 而为了达到目的 还要建立海外媒体 律师的联系网络 对于起诉书中指李明哲在2015年 与他人讨论 以暴力方式颠覆国家政权 李明哲表示 我从来不觉得要排斥暴力革命 暴动迟早的 他也承认是他所言 李明哲之期 李靖于旁听审判 周一下午召开记者会 他露出双手上 李明哲无疑以为荣的刺青 他在声明中说 失去自由的人 有言不由衷的特权 我是一个自由人 我没有这份特权 我必须继续捍卫李明哲的尊严 今天 世界和我都一起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 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性 不用我再多说什么 台湾社会民主党创党召集人范云在脸书发文写道 捍卫人权 李明哲无罪 全民一起呼吁 尽速让李明哲回家 李明哲认罪消息传出后 台湾一些民众在脸书上使用 我们都是李明哲来表达对李明哲被认罪的不满 李明哲救援大队在庭讯后发表声明 表示这场表演性十足的审判 非但无法为李明哲定罪 反而再次唤起了台湾民众对过去戒严时期 滥用叛乱罪以研制罪的白色记忆 声明稿中称 走过白色恐怖 认同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民 非但不会被这场法庭大戏愚弄 更将看穿中国领导人口中依法治国的虚妄 蔡英文发言人黄仲彦 周一下午表示 高度关注李明哲事件 政府相关部门目前也正全力协助李明哲家人 以救人为第一优先 黄仲彦表示 政府一贯的立场 是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 确保李明哲被人身安全 尽一切力量 让他能够平安返国 目前相关工作也正由政府各部门持续积极进行中 他们相关交集团� Drum力为将其分家有复 though 高度关注黄健 дух 团安远 TRU ti